诗篇第六十一篇 大卫的诗教语灵长 用思弦的乐器 神啊 求你听我的呼求 侧耳听我的祷告 我心里发昏的时候 我心里发昏的时候 我要从地级求告你 求你领我到那 比我更高的磐石 因为你做过我的避难所 做过我的坚固台 脱离仇敌 我要永远住在你的账目里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 神啊 你原是听了我所许的愿 你将产业赐给敬畏你名的人 你要加添王的寿术 他的年岁 必存到逝世 他必永远坐在神面前 愿你预备 愿你预备慈爱和诚实 保佑他 这样 我要歌颂你的名 直到永远 好天天还我所许的愿 第六十二篇 大卫的诗赵耶杜顿的作法 叫羽灵长 我的心默默无声 转等候神 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台 我必不肯动摇 你们大家攻击一人 把他毁坏 如同毁坏歪斜的墙 将倒的壁 要到几时呢 他们彼此商议 专要从他的尊位上 把他推下 他们喜爱谎话 口虽祝福 心却咒足 我的心啊 你当默默无声 专等候神 因为我的盼望 是从他而来 唯独他是我的磐石 我的拯救 他是我的高台 我必不动摇 我的拯救 我的荣耀都在乎神 我力量的磐石 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 你们重明当时时倚靠他 在他面前 清心吐意 神 是我们的避难所 下流人真是虚空 上流人也是虚假 放在天平里 就必服气 他们一共 比空气还轻 不要仗劲其人 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 若财宝加增 不要放在心上 神说了一次 两次 我都听见 就是能力都属乎神 主啊 慈爱也是属乎你 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 报应他 第六十三篇 大卫在犹大旷野的时候 作了这诗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切切地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 我可想你 我的心切勿你 我在绳索中 曾如此瞻仰你 为要借你的能力 和你的荣耀 以你的慈爱 比生命更好 我的嘴唇要送在你 我还活的时候 要这样称颂你 我要奉你的名举手 我在床上纪念你 在夜经的时候思想你 我的心 就像饱足了骨髓肥油 我也要以欢乐的嘴唇赞美你 因为你曾帮助我 我就在你翅膏的印下欢呼 我心紧紧地跟随你 你的右手扶持我 但那些寻索要灭我命的人 必往地底下去 他们必被刀剑所杀 被野狗所吃 但是王 必因神欢喜 反指着他发誓的 必要夸口 因为说谎之人的口 必被塞住 第六十四篇 大卫的诗交与灵长 神纳 我哀叹的时候 求你听我的声音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 不受仇敌的惊恐 求你把我隐藏 使我脱离作恶之人的暗谋 和作孽之人的扰乱 他们磨蛇如刀 发出苦毒的言语 好像笔准了他见 要在暗地射完全人 他们忽然射他 并不惧怕 他们彼此勉励射下恶计 他们商量暗射网 我说 谁能看见 他们图谋奸恶说 我们是极力图谋的 他们个人的意念 心思是深的 但神要射他们 他们忽然被剑射伤 他们必然半叠 被自己的舌头所害 凡看见他们的 必都摇头 众人都要害怕 要传扬神的工作 并且明白他的作为 一人必因耶和华欢喜 并要投靠他 凡心里正直的人 都要胯口 第六十五篇 大魏的诗歌 教育灵长 神啊 西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 所许的愿 也要向你偿还 听祷告的主啊 凡有邪气的 都要来救你 罪孽胜了我 至于我们的过犯 你都要赦免 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 住在你院中的 这人便为有福 我们并因你居所 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 拯救我们的神啊 你并以威严并公义 应允我们 你本是一切地级 和海上远处的人 所倚靠的 他既以大能疏摇 就用力量安定住山 使珠海的响声 和其中泼浪的响声 并万民的喧哗 都平静了 住在地级的人 因你的神迹巨踏 你是日出日落之地 都欢呼 你眷顾地 降下透雨 使地大得肥美 神的河满了水 你这样浇灌了地 好为人预备无骨 你浇透地的离沟 任凭离籍 降甘陵 使地软和 其中发展的 蒙你赐福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 你的路径 你的路径都滴下枝油 地在旷野的草场上 小山以欢乐树药 草场以羊群为一 古中也长满了五谷 这一切 这一切都欢呼歌唱 第六十六篇 一篇诗歌 交与灵长 全地都当向神欢呼 歌颂他名的荣耀 用再美的言语 将他的荣耀发明 当对神说 你的作为何等可畏 因你的大能 仇敌要投降你 全地要敬拜你 歌颂你 要歌颂你的名 你们来看神所行的 他向世人所做之事 是可畏的 他将海变成干地 众名步行过河 我们在那里因他欢喜 他用全能治理万民 直到永远 他的眼睛检查列邦 悖逆的人不可自高 万民啊 你们当称颂我们的神 使人得听赞美他的声音 他使我们的性命存活 也不叫我们的脚摇动 神啊 你曾试验我们 熬练我们 如熬练银子一样 你使我们进入网罗 把重弹放在我们的身上 你使人坐车 压我们的头 我们经过水火 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 我要用梵祭进你的殿 向你还我的月 就是在急难时 我嘴唇所发的 口中所许的 我要把肥牛做梵祭 将公羊的香祭献给你 又把公牛和山羊献上 梵敬为神的人 你们都来听 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 我曾用口求告他 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 我若心里注重罪孽 主必不听 但神实在听见了 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 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 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 第六十七篇 一篇诗歌交与灵长 用思弦的乐器 愿神怜悯我们 赐福于我们 用脸光照我们 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 万国得知你的救恩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愿万国都快乐欢呼 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 引导序上的万国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地已经出了土产 神就是我们的神 要赐福于我们 神要赐福于我们 地的四集 都要敬畏他 第六十八篇 大魏的诗歌 交与灵长 愿神兴起 使他的仇敌四三 叫那恨他的人 从他面前逃跑 他们被驱逐 如烟被风吹散 恶人见神之面而消灭 如辣被火融化 唯有一人必然欢喜 在神面前高兴快乐 你们当向神唱诗 歌颂他的名 为那坐车行过旷野的 修平大路 他的名是耶和华 要在他面前欢乐 神在他的圣所 做孤儿的父 做寡妇的深冤者 神叫孤独的有家 使被求得出来享福 唯有悖逆的 住在干燥之地 神啊 你曾在你百姓前头出来 在旷野行走 那时地见神的面而震动 天也落雨 西乃山见以色列神的面 也震动 神啊 你降下大雨 你产业以色列疲乏的时候 你是他坚固 你的会众住在其中 神啊 你的恩惠是为困苦人预备的 主发命令 传好信息的父女成了大群 统兵的君王逃跑了 逃跑了 在家等候的父女分寿所夺的 你们暗卧在羊圈的时候 好像鸽子的翅膀镀白银 灵毛镀黄金一般 全能者在境内赶散猎王的时候 势如飘雪 在萨门 八山山是神的山 八山山是多风多领的山 你们多风多领的山啊 为何斜看神所愿居住的山 耶和华必住这山 直到永远 神的车拈 累万迎千 主在其中 好像在西乃圣山一样 你已经升上高天 掳掠仇敌 你在人间 就是在悖逆的人间 受了贡献 叫耶和华神 可以与他们同住 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 就是拯救我们的神 是应当成宗的 神是为我们施行 诸般救恩的神 人能脱离死亡 是在乎主耶和华 但神要打破他仇敌的头 就是那常犯罪之人的法定 主说 我要使众民从八山而归 使他们从深海而回 使你打碎仇敌 你的脚踹在血中 使你狗的舌头 从其中得分 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的王 人已经看见你行走 进入圣所 歌唱的行在前 作乐的随在后 都在几股的童女中间 从以色列源头而来的 当在歌会中称颂主神 在那里 有童管他们的小便雅米 有犹大的首领和他们的群众 有西布伦的首领 有拿弗塔利的首领 以色列的能力是神所赐的 神啊 求你兼顾你为我们所成全的事 以你耶路撒冷的殿 猎王必带贡物献给你 求你赤鹤芦苇中的野兽和群公牛 并列帮中的牛犊 把银块踹在脚下 神已经赶散好征战的列邦 埃及的宫侯要出来朝见神 古诗人要急忙举手祷告 世上的列国呀 你们要向神歌唱 愿你们歌颂主 歌颂那自古驾行在诸天以上的主 祂发出声音 是极大的声音 你们要将能力归给神 祂的威容在以色列之上 祂的能力是在穷仓 神啊 你从圣所显为可畏 以色列的神是那将力量全能 赐给他百姓的 神是应当称颂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